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另外几分钟我们谈一下念佛的情况 现在我们佛期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期了 一般来说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要注意可能会有一点疲乏 这个放映 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各个堂口念佛的人比较少 要知道修行尤其打七个期 它确实是对我们忍耐心的一个考验 一般的人都喜欢好奇 短时间能够精进勇猛 长时间能够有耐心的做下去 这是一个考验 我们常常说人要持之以恒 水滴石穿 这个水一滴一滴滴在石头上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能够一直这么低就在一个方向低 一个一点上低 这个石头穿了之后 你才感觉到水的奇迹 那么我们念佛也是这样 我们每一天一句佛号一句佛号 你念的过程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平平淡淡甚至念的乏味 但是你能咬住它咬住四十九天 它的巨大的功德就积累出来了 所以大家在这种厌倦疲乏 没有耐心的时候 要注意水滴石穿 咬住青山不放松 不要去退转 那么妄想咱们来的的时候 一定要收拾自己的心 无忌昏沉的时候 一定要警觉自己 要生死心切 好不容易有这个福气 一定要把它平稳地打下去 自己念不下去感觉乏味 这完全是自己身上的问题 自己心性不稳定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考验的时候 一个是考验我们的心性 另一方面确实现在周边天际阴雨联眠 有很多感冒的 这些身体上的困窘 也怎么也把它突破 还有情绪上的问题 由于他感觉到这个比较疲乏的时候 常常人际关系 讲句话或者什么 他都会生烦恼 所以这烦恼一来 他也觉得就有点动念头 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当坚持不下去了 要回光返照 这都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稳定心性 第二个就是念佛的时候 我在几个堂口来看 这个要注意一点 东宁佛号一定要把握住它的节奏 一定要由深呼吸来念 现在几个堂口都程度不同的出现 一句符号还是断成三节 拿摩停一下 阿弥停一下 当他断成三节的时候 是说明他什么呢 他没有用腹部和腹息 完全都是用胸腔的去念 用胸腔去念 是念不好这句符号的 念不出它的味道的 那么约众也要注意 中间的停顿一定有三个节拍 我们说16个节拍 拿摩四个节拍 阿弥四个节拍 陀四个节拍 佛 佛是一个节拍 停顿三个节拍 那么停顿的三个节拍 你一定是趁这个机会要深呼吸 这个佛子不要拖得太长 佛是非常轻短 基本上是向里面吞阴的状态 向里面吞阴的 趁着这个势子就把这个气吸到腹部去 吸到腹部正好你都能感觉到这个气下去之后 还要沉一下 能够在第二身佛号出来 你能在这个中一口气念 中荡又能够明明淋淋感觉到这个气吸下去 你这时候妄念是起不来的 就会很自在的 如果你用胸腔的去拿摩停一下 阿弥停一下 中间你又一停一停 中间那个三拍 你就会觉得时间很长 觉得很长 你就会很无聊 很无聊 你就会抢拍 约众如果他没有没有深呼吸 他就会提前会敲影信 一般的人他就会抢拍 就形成这么一个局面 那这个佛号就很难念 那么这个话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大家一定要落实在行动当中去 你得要训练自己 你真正能够把一口气吸下去 一口气把它念出来 你在体会下用三口气念 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用自来水泡这杯茶 和用三泉水泡这个杯茶 味道绝对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那么不止慢慢地走 也不要跨得太大 就是那个 而且你这个走的时候 这个瞻前雾后轻一步 瞻前雾后就是一点无耻 也保持这样的具体 轻轻的一步 左右回旋半盏模 你左右回旋 你的眼睛是半闭的 甚至七分闭三分开 你就看着前面一点路就可以了 你不要东张西望 你走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整个世界就只你一个人 你不要东张西望 你一东张西望就妄想咋子就来了 你就照顾你自己 当你的心就在你的脚 你的心光注意你的脚底下 所以禅中讲的脊弓下势 脊弓下势 你心放在了你的脚底下的时候 你的步子自然会平稳下来 轻轻的一步 如果你的心跑到外面去的时候 心一跑 你的脚步也跟着往外跑 所以你随时就像冲击一样的 像赶急一样的 那个向前冲的 所以步步是踏踏实实的 这个拿摩想的 你就开始移拿摩的步子 阿弥想的 你就移脚 左脚 哪个想的 你就开始移 轻轻的移步 这个惊形 大家不要以为惊形 哎呀一天四个小时很累 这完全是你想象出来 不会累的 而且惊形这种方法 是在进度当中非常重要的方法 为什么早新的波舟三味精 行波舟就是精行 那古人精行可是九十天啊 是二十四个小时精行啊 不能坐不能卧 那么我们只有四十九天 而且只是精行 隔断了精行十个小时 我们都觉得受不了的话 我们要生惭愧心啊 那么精行方法 我们看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是非常重视精行的 这个佛陀是每天 整晚整晚的精行 阿难尊者当时被摩赫加设 遣出来之后 说他没有资格结极 他自己精进勇猛的修行 他就在精行当中开悟的 所以精行念佛一法 是我们进度中的传承 我们不要以为 哎呀 这个这个都好像不如法似的 不是这个样子 再加上我们就是看到很多同修 一坐下来就昏沉 昏沉就只能用精行来对质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四十九天当中 把精行这条道路探索好 为我们以后的修行提供一个标范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生死心发起来 如旧投篮 恳切步步迈向西方极乐世界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